- 《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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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伊民法 蒙贈委員會出來面對 蒙贈委員會出來面對 可是我們要問伊民署的是 我們要問蒙贈委員會的是 你可以花費了非常多的飛機票 去蒙古 就是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或者是去達蘭沙拉去進行援助 可是你們為什麼可以對 目前就在你門口的 在台上的示弱民主 然後他在西藏的時候非常緊張 因為中共打壓的方式 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宗教自由 所以他後來又決定 又跑去流行 所以從西藏一起走路到尼泊 之後他拿尼泊的假的護照到台灣 然後最近有最大的壓力 因為中間有警察一起找他 有打電話給他 他說那天他是非常緊張的 好像有感覺就是我 我是在西藏裡面嗎 因為他有這個警商 跟那個在西藏的時候有警商 是差不多的 那到了台灣之後 就是繼續留了幾年 幾年之後我的工作就已失了 那工作已失之後 我任何什麼都沒辦法做 沒辦法辦 那我又試過很多各種各樣的 但是辦不做 當時呢 文章委員會跟那些移民書說 我的工作還是可以辦 但是辦不做 沒辦法辦 怎麼辦 這樣也沒有對我講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那個過通 所以我們任何沒有什麼政見 非常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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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從印度那天來的 這邊結婚過來的 然後這邊結婚過來 辦距離前 然後那個時候 你幫我辦 那個時候 2008的之前來的時候 開辦 這個後面你幫我辦 所以我這邊沒有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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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們 幫忙 過去 他們 幫我辦 所以這樣可以 沒辦法 回去 其上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式信用遺體中心PNN 公民心動影記錄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自播的 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在 或是信用遺體中心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會再公布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十月底 台灣人權促進會以及丈人朋友 接到農障委員會 其實有一個陳情抗議的舉動 他們呼籲的是政府趕快 盡速的去開啟這個所謂的個案的審查 並且去修改這個移民法相關的內容 因為這樣的一個移民法 已經造成這個台灣很多的藏人 在身份上面沒有辦法取得一個正式的地位 所以經常處於在這種所謂的流亡的局面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們不是有盟障委員會嗎 在台灣不是還存在的一個所謂的大中國的思想嗎 那為什麼對於所謂的來台的藏人 卻有這麼大的這種沒有辦法開啟 讓他們能夠在這邊所謂的正常生活移民的 這樣的一種做法呢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移書長邱怡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怡怡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在這個社會裡面有個名詞叫做流亡藏人 這流亡藏人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因為大部分的 大家也知道說目前西藏的境內 就是被中國的政府高度的血腥鎮壓 那包括說他們沒有宗教信仰自由 然後你在家裡如果懸掛打雷媽的佛像 可能就會被逮捕 那實際上目前有非常多的人 是用自焚的方式在抗議 中國這樣的一個對他們的文化 然後宗教信仰言論自由的一些鎮壓的方式 那甚至如果你為這些自焚的人欺負的話 你也可能會被逮捕這樣子 那所以有非常多人 他們是從西藏的境內 就是翻越喜馬拉山逃出來 那有的人到了這個尼泊爾 或是到印度 然後甚至到其他的國家去 那就是在世界各地流亡 所以就是說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造成他們被迫要離開他們自己的家園 然後到世界各地去就是開始進行流亡的生活 那這其實就是一般我們所稱之為的濫民對不對 對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當他們到其他國家 他們在其他國家被對待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要看每個國家的狀況 那實際上比如說加拿大或美國 就是歐洲等等有一些國家 他們其實已經有難民法 那所以也許他們到了當地之後 可以申請難民的身份 然後可以尋求屁股 那接下來就可以有合法的生活的管道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國家其實是沒有這樣相關的一些法令 那譬如說台灣就沒有 那或是說其實像在印度其實也沒有 但事實上印度政府對流亡造人是採取一種 反正你們就是自己在那邊生活 為不管你們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印度的達安沙拉的那個地方 他們有自己就是有一個自己有一個流亡政府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那裡也是有一點算是一個自欺自主的狀態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假設我們先談這個難民法這個部分 就是其他國家難民法去面對這一些這個流亡的人士或所謂難民 其實也會引起了一些他們國內的一些民眾的一些反彈 那難道他們去接收這些難民 或是這個難民法本身不存在的一些爭議嗎 譬如說像之前敘利亞的那個難民潮的時候 當然歐洲就是有每個國家都有一些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不要接納這麼多難民 就是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之前其實像德國可能他就會覺得說 我願意用比較開放的心胸來去面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是有一些國家就是把大門關上這樣子 那但是就是說但是你也必須要看到是說到底今天我們如果是用一個怎麼講 就是拒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方式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解決目前的問題 對那目前就是說的確還是有很多地方是 像敘利亞這些地方是持續有戰亂的 我好像或說像有一些國家他們還是持續的被自己 他們的人民被自己的母國然後被政府所迫害著 那這些人他逃出來的時候他就是必須需要一個第三國來去庇護他 不然他就是會變成是一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保護他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允許這樣的狀態發生嗎 那其實今天我覺得比較多的人會覺得說這些 就是大家會懷疑說這些人其實不是所謂的難民 而認為他們其實都是騙子然後這是非法移民等等的 所以都是用一個比較負面的心態去怎麼講去看那這些人 那包括各國政府也都是用這樣的一個角度去看 所以其實就會只是會想到說那就是要遣返他們 然後或者是就是要非法入境的話那就是要去除出境等等 那像台灣的話其實過去我們在處理很多其實申請尋求屁股的個案 也都是就比較是採取這樣一個國警管制的這樣一個態度去面對這些人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如果難民法這個設定還必須要考慮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或是他的人口等等那我知道像很多的團體也在推動 因為這敘利亞的事件之後很多人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這個所謂的制定所謂的難民法 那在台灣是有這樣的條件嗎 我必須要講說其實就算台灣沒有難民法 我們在70年代的時候也有我們的政府也非常自豪的時候 他們曾經接受過很大批的好像幾千人的一個越南的難民 對那其實難民就是說他其實大家可能以為都會覺得說他們就是來搶資源搶工作什麼的 可是事實上大部分的人他們其實也是很想要回自己的家鄉的 所以其實如果等他們的國家的狀態比較穩定的 比較民主化的時候他們其實也不見得會一直留在第三國 那所以譬如說過去我們也曾經短暫的協助過這樣的一些人 那他們後來又過進到譬如說美國或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就是說看我們是想要基於什麼方式去協助 那我覺得難民的這件事情絕對不會是單一的一個國家 他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那聯合國難民主也不斷的講說這是一個全球所有每一個國家必須要國際合作的事情 所以如果只有單一國家所以是絕對處理不完的 然後對啊 所以就是說如果今天台灣就是說不願意參與到這個國際角色的話 那就是說也可以啊 我們就是代表說台灣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其實是不願意有任何的一個付出 然後我們覺得就是只要有任何的一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來到台灣呢 就是你會被拒絕在門外 那這就是我們的國際形象 這就是我們對待尋求政治庇護的人的態度 那我覺得也OK啊 這個就是台灣政府的一個處理尋求庇護的人的一個角度 我覺得這樣就是就可以展現出台灣目前的人權狀態 或者說他處理這個國際人權的事情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嗎 我覺得但是我覺得現在比較諷刺是說我們移民署他自己有提了一個難民法的草案在立法院裡面 對然後他也把這個東西過去都一直說他是用一些法案 就是說他一直跟國際社會好像表現出一副 喔我我其實願意做啊什麼的 然後但是事實上這個法案其實就是一直放在立法院 從他立法院出來審查 那已經過了十年了 然後每次有個案進來的時候就說 喔因為我們沒有法律所以我們不處理 那我就覺得說這其實是一個蠻偽善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一方面跟國際社會說我們很有心想要做事情 可是事實上你根本沒有實際上去去好好的去積極的面對處理這些事情 嗯嗯也許我們待會可以針對這個移民署 如果這個難民法本身有一些內容內容或是條文 或者是他整個的這個修法立法的過程 我們也許可以再有時間可以再進一步來做這部分的討論喔 不過如果回到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喔 其實談到這個藏人流亡流亡藏人這樣的一個問題喔 其實我覺得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其實因為中華民國這個法統或是在我們的這個憲法體制當中 事實上是設立有這個盟障委員會的 那這盟障委員會是應該是除了在一個象徵的意義之外 我想在很多的實際上面 實務上面他也應該要去發揮一些功能一些的作用喔 我不知道台灣目前的這個盟障委員會 他在做什麼然後盟障委員會在面對這些流亡藏人自己的 紅包的時候這樣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我必須要講說盟障委員會在台灣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存在 因為我們自己的憲法還要自己宣稱說 蒙古跟西斯蒙古都已經獨立了 然後還要宣稱說這兩個地方都還是我的疆界什麼的 然後盟障委員會自己的業務範圍 或者是他們自己列的預算呢 還宣稱說他們要照顧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跟藏族的同胞這樣子 對那這是他自己的業務的宣稱 可是事實上當這些流亡藏人來到我們自己國家的土地上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盟障委員會是怎麼樣在對待他們的 其實過去今天這一次的抗議已經是第三波的 來到台灣的藏人的抗議 然後其實前面兩波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有移民法第十六條這樣的一個修法 其實也就是因為前面已經有兩波的抗議 也都是大概有一百多位的流亡藏人 那他們都是也是透過這樣抗議的方式 然後才要求這個修法 然後才讓這個我們就是台灣政府可以願意讓他們有一個合法 留在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必要看到的是說其實盟障委員會都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角度 就是說去就是有這個藏人的朋友出來抗議之後 然後他們才出面去做協調跟處理 而且其實我們也看到說在之前這個審查 就是說上一波的那個就是說修改引筆法十六條說 他們可以申請合法拘留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必須要再透過讓盟障委員會去審查說他們到底是不是真的藏人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流程那才可以去進行合法拘留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對啊就是說到底我們的盟障委員會怎麼去判斷人家 到底是不是西藏人這件事情 其實就也引起了一些爭議這樣子 你剛剛有提到說前面有兩波就是第三波前面有兩波 前面兩波的狀況他們來的台灣的這個背景 以及他們所面臨到的困難 這現在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是差不多的就是大部分 就是說來到這邊的有望障人大概就不大會是用一個合法的方式入境 他們也許有的人就是用這個就是說可能有涉及比如說用假的護照啊 或是等等這樣的方式 那可是你必須要去考量到的是說 因為他們不可能你想想看就是說 他今天從中國西藏那樣的一個地方逃出來 他不可能去拿一個合法的生活的護照 那其實印度的政府也從來沒有把他們當作是他們的國民 所以他也不可能會有印度的護照 那就算他到尼泊爾其實他也不是尼泊爾的國民 他當然也不會有他們的護照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國的對於邊境的這個管理的方式又是比較採取說 當過去其實有很多的這個西藏人他們其實拿所謂的旅行文件 也就是不是護照 是印度政府發給他們的旅行文件 入境的時候其實常常會遇到刁難 甚至說比如說這樣有人拿那個IC進來 然後他是已經跟台灣人結婚的這樣的一個配偶 那他也沒有辦法享有跟一般的外籍朋友一樣的平等待遇 所以這也被迫使得說他們為什麼會選擇用這種 其實是非法的方式然後進入到台灣來 那今天就是說變成是很多時候變成是移民署 然後跟外交部就是說堅持著說 因為今天你們拿的是這個假的護照等等 所以就會覺得說你們入台的方式就已經是非法 那他們覺得說我們不應該繼續鼓勵這種非法的狀態 所以才會在過去的每次的移民法修法都訂下了一個落日條款 也就是說我其實每次我都只要處理這一次出來抗議的 這幾一百多個個案就好了 那之後的個案我都不要再處理了 所以他訂了這個落日條款之後 就是之後再進來的人其實也就沒有辦法再使用移民法第16條 但是那個問題還是一樣嘛 就是說這些藏人他們面臨到的問題或是流亡情況還是一模一樣的不是嗎 是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待會再繼續跟他談一個議題就是說 像這種所謂的流亡藏人在台灣的這種狀況其實是所謂的黑護 那在台灣還有哪些的這種情況跟他們是類似的呢 那或者說我們剛剛談到這個移民法他應該要怎麼去制定 既然已經在立法院談了十多年了 那看起來這個政府好像有一些意識到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在實務上面也在現實上面 他似乎也沒有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回過頭來再到我們節目當中 來個議題來談後續的問題 今天不管台灣或是中華民國政府 是把在台的告人視為同胞還是外國人 是難民還是無國籍人 那我們認為不管是從歷史的源源或者是從人權跟人道的角度 台灣的政府對於在台藏人都是有一份特別的一個責任 首先呢我們要求蒙藏委員會跟內建部附助國籍移民署 不要再把在台藏人當作人仇踢來踢去互相推穩 事實上呢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也在1970年代曾經接收超過將近 大概有超過八千到一萬的越南的難民在1970年代 1975年跟1976年這兩年當中 所以台灣是曾經有接收過難民的例子的 那台灣在接收這個難民的例子裡面 我們一方面政府對於這個可能比如跟我們 並沒有相當深厚關係的越南我們都曾經接收了 何況中華民國政府你設了一個蒙藏委員會在那邊 你到底是把它當作自己人還是當作外人來排除 中華民國政府在退出聯合國之前 事實上曾經在1951年 簽署了難民地位公約 然後也在1967年簽署了難民地位的規定書 雖然後來台灣因為退出聯合國 沒有辦法完成所謂的批准的程序 可是我們要說這兩份有關於難民地位最重要的國際文書 已經有一些原則形成了所謂的國際習慣法 意思就是台湾基於世界的國家 就是這些公約的批准國 你仁舊必須要受到這些奉約的約束 我們在7月23號的時候有去移民署抗議過 那時候這個移民署 他們就說呢 這件事的全學的機關是蒙藏委員會 不是移民署喔 所以請問我們來找蒙藏委員會 那在上次7月23號的這個抗議的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有在打電話去蒙藏委員會跟他說 移民署說你們才是這個主持的機關 那時候他們的檢任秘書其實有跟我承諾說 好 那他願意來開一個協調會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來一往的電話 不斷的詢問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協調會的情況下呢 就已經到了10月底了 然後協調會一直都還沒有承諾到有什麼時候要開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還是決定要來蒙藏委員會 來去表達這些藏人朋友 其實就是被移民署跟蒙藏委員會 這樣互踢皮球的一個情況底下 然後沒有人想要協助他們幫助他們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師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周夏 燦爛時光惠客師呢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編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我們有個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編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後續節目的播出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流亡戰狼的問題 在10月底的時候呢 台灣人權出境會以及多位流亡藏人 直到我們的政府呢去承勤去抗議 希望能夠取得合法的這個居留 因為他們基本上來講已經成為一個國際人球的這種狀況 不過我們政府在面對這樣藏人的態度呢 其實基本上來講就覺得所謂現在的法律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讓他們能夠合法拿到身份證的 但是對他們來講其實在生活上面也造成了很大的這個困擾 好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人權出境會的秘書長邱瑋琳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您好 您好 我們知道台灣過去特別提到說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其實有設立紅藏委員會 那其實我們對於所謂的藏人的這個態度呢 其實照理講他應該是一個友善的 因為從這個法統上面在一個想像或什麼舉辦的 這個中國來講他應該是友善的 可是到了現在我們看到出現了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流亡藏人的這個問題 您可不可以從比較從一個歷史的角度 或是說一個政治的角度來跟我們分析跟討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些差異呢 過去台灣政府對於藏人的態度 跟現在的藏人對藏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 我想的確如廣老師所講的就是說 過去就是的確成立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然後就是一直都是好像是在一個 就認為要去照顧藏包啊什麼 就是說盟造委員會覺得說這個是他們的業務 所以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為什麼流亡藏人會來到台灣 其實最早的時候其實也就是因為 我們自己的盟造委員會跑去印度的達然沙拉 然後那邊的那個藏人的社區 跟他們說你們來台灣其實會比你們在這邊還要好啊 就是說我們可以保證就是提供給你們的就業機會啊 或是職業訓練啊等等 甚至可以讓你們就學啊什麼的 所以是有了這樣的一個宣傳之後 然後才會有一些流亡藏人 他開始移動到台灣來 可是其實他們來到台灣之後就發現 怎麼當初盟造委員會去跟他們講的事情 到了台灣的時候好像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才會就是開始會有第一波的這樣的一個抗爭的行動 那就是說他們就發現說 沒有啊我們到了台灣其實 一樣是處於一個非法的狀態 然後根本盟造委員會也沒有提供給他們任何的協助這樣子 那到了後來他們去抗爭那才開始有爭取到這個 就是可以透過審查然後申請合法拘留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對某些藏人來講 他說欸怎麼你開始講的這麼好 可是在實際上面並不是如此 而且在不同的這個所謂的政治的因素之下 或所謂的政黨營業的過程當中 他們面臨到的這個問題恐怕也會不太一樣 剛剛也提到說其實前面已經有兩波的這種所謂的非法 移民或所謂的這個流亡藏人已經取得了身份證 其實他們拿到這個身份證或拿到這個所謂相關的這個身份證明之後 他們的工作或是在他們生活上面跟過去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他仍然有一些限制的存在 呃其實如果像他們現在是處於就是黑戶的狀態 就是他沒有任何的身份證明文件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他絕對是不可能可以合法工作的嘛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都是非法 就是如果他只能要透過打工去生活的話 那當然你也不可能說因為你是非法的 所以你不可能跟你的雇主要求任何的一個勞工權益什麼的 那所以如果他不給你薪水或者是這個 你遇到壞老闆你就是摸摸彼此就自己就是當媒嘛 因為不然他可能還要去報警來抓你什麼的 那當然就是在住的地方可能他們都是四處的去 呃比如說有朋友家願意替工他們可能就可能就是贊助 或者說有的人也是只好家當全部都背在身上 然後就像遊泥一樣就是只好睡公園啊睡街頭什麼的 那甚至你根本也不可能會有這個健保 就是你生病的可能就是要自己想辦法 那當然有身份之後當然是 就是這些基本的權利是比較是可以照顧到的 那不過的確也還是有一些人會說 欸因為他們的膚色啊或者說其實他們的身份證 不曉得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註記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們在找工作也不是那麼的容易啦 對 就是他們還是大部分可能必須就是找一些比較是低階的 然後或者是對就是說其實也不大可能可以找到比較好的一個工作的機會這樣子 嗯有人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或者是結婚的嗎 或者是在結婚之後他們跟他們配偶之間的一些權利上面會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跟台灣一般的家庭來講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呃如果你是拿到身份證當然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剛剛講到的藏人配偶的問題是說 剛初他還沒有就是說他是用一親的方式 就是說我是跟台灣人結婚然後我是 比如說我並不是拿這個假的護照 我是拿印度的這個旅行文件 然後就是所謂的IC然後跟台灣人結婚 然後用疫情的方式來申請來台灣就是要拘留這樣子 那就是一個就是他沒有辦法跟一般的外籍票一樣 就是說欸我已經通過了我們的結婚審查啦 因為我們的移民署會要先檢驗說 你們到底是不是假結婚是不是會給你考很多事這樣子 那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你在印度要先辦好這個結婚的所有的文件 然後到了台灣你要再去戶正的單位再登記一次 那即使這些全部都已經通過審查 然後都辦完了之後 可是法院也都認證了 那但是他還是必須面對到 因為他今天拿的不是一個護照 他今天拿的是一個旅行文件 那所以當初這個 我們的對待這個台灣就是藏人的配偶的方式 是要求他每半個月要出境一次 那過去還要求說你是從哪裡來的 你就要出境去哪裡 也就是說他是從印度來的 他就每半個月要回印度一次 對那這個機票錢是非常貴的 然後還有就是你不斷地去剝奪人家的家庭團聚權 那可能也會造成有一些家庭可能會因此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相處這樣子 對那最後後來也是在很多這個藏籍配偶的抗議底下 他們才修改了一些規定說 好吧如果今天你們是有小孩的育有子女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這樣每半年出境一次 對可是其他如果你還沒有小孩的 不好意思你還是要每半年出境一次 去想之情的話 那不是應該要幫他們爭取其實跟其他的一些 一般的外籍配偶一樣平等的權利嗎 怎麼會覺得說他們今天想有差別待遇 然後我們覺得說 沒關係已經跟之前比起來已經比較好了 然後就覺得說這樣已經有改善了 然後就可以接受我覺得 就是我也覺得說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就是我覺得農政委會就是一直在這些事情上面 都是處於一個好像覺得 就是比較是站在移民署啊 或是站在這個外交部的角度上面去想事情 而不是站在流亡藏人的角度上面去想事情 而且其實這好像必須要經過抗議之後 它才會一點一點的改善 可是事實上這也顯示出台灣 在這個藏人或者是走的移民的政策上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缺乏一些比較明確的 或是一些比較長遠的這個思考的相關的一些規劃 那我們知道有些這樣的人 他其實到台灣可能只是短暫的居留 因為他可能在生活上面或是在其他的需要 也許他當他拿到了這個台灣的身份證 他可能會轉往到其他的國家 那面對這種情況我想也會很多人質疑說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我們還要給他做這種所謂的 提供他這個相關的身份證明 那他也不會留在台灣 也會對我們有什麼樣的貢獻嗎 我想今天這些人他之所以會留在台灣 那當然是因為他出不去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被遣返出去其他的國家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會要求說 是不是我們政府可以出來去解決這些人的問題 那今天其實的確有一些人 他們拿到了合法的證件之後 他可以自由的旅行 然後可以自由的出境之後 他不見得會一直留在台灣 那有的人的確他們就去了 比如說加拿大或美國 然後是去尋求政治庇護 那我覺得 怎麼講就是說 當然有一些人他留在台灣 然後他會為台灣的經濟做一些貢獻 那可是我覺得你不能是說 今天有的人他拿了證件出去之後 然後就覺得說這樣子是沒有貢獻 我覺得應該是說今天我們願意協助讓他可以自由的去出入境 而不是讓他一直滯留在我們國家的這個土地上 然後讓他無法自由行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至少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提供給他一個基本的一些權利 然後讓他可以合法的生存 然後可以自由的移動 那至於他要怎麼樣去後續的去規劃他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就好像你也不會說 對任何其他的股民說 不好意思喔 你今天拿 那我們今天有很多人拿了綠卡 他就 就是也不住在台灣啊 那些僑胞 那些僑民 那我們也要同樣去質疑這些人說 不好意思 所以你不配拿我們的身份證 那請你就是 對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講法好像 就是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的合理 就是說今天我們要協助這些人 是因為他們就是他出不去 他沒有辦法去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才會留在這邊 然後 對就是 不應該是說 他強迫說他因為拿了我們的身份證 所以他一定要 非得就是說 就再也不能離開中華民國的土地上面的一步 我覺得這樣子的要求也不是這麼的合理 對 也就是說他其實應該是兩件事情 就是你取得這個身份證明或者身份證 之後他會怎麼樣的在這裡生活 那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把它當作是國民 或是當作是我們的一份子 那至於這一份子會怎麼發展 其實每個人狀況也不太一樣 那當然也許會有人會覺得說 其實你這些流亡障人到台灣來 我們雖然沒有給你取得合法的這個身份證明 但是也沒有把你趕出去啊 也還是讓你留在這裡啊 這樣對你還不夠好嗎 讓他處在一種朦朧的這種地帶狀況裡面 對台灣的政府或者是說對台灣的民眾 你比較不會有損失啊 因為我也沒有把你趕出去嘛 那為什麼政府沒有把這些人居住處境 或者是說這樣難道不是另外一種所謂的 比較妥協式的做法嗎 他們現在的確就是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把他送出去嘛 那問題是這些人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其實是處於一個沒有任何的身份證明文件 也就是他沒有辦法享有任何的基本人權的一個狀態 他沒有辦法合法工作 他沒有辦法享有醫療健康的一些相關的權利 然後甚至連居無定所就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那我們覺得說這樣子就已經對他們很好了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同樣是人 我們不應該去區分說到底他是哪一國人 或他是不是流亡的障人 還是他是不是難民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認為身為一個人 他其實有一些人權就是他基本應該要享有的權利 而這些人他目前就已經處在五國的國境底下 那我們五國的政府允不允許今天有一個人 他在五國的國境裡面 然後他不享有任何一點點的這樣的這些基本的人權 然後我們覺得這樣的狀態是可以允許的 如果我們覺得說這樣的狀態是可以允許的 那我想問的是說那台灣還配稱為是一個所謂的人權的國家嗎 就是說你覺得說今天有人在我們的國境上 然後他不想有任何的人權 我覺得說OK fine 我想這也是一個對待人的一個最基本的價值 就是既然在這個地域化社會 他應該就享有一些基本的這種平等的這種權益 那我們知道十月底你們曾經到這個政府機關 他去做了一些相關的這種抗議 後來這個工藏委會開了一些相關的協調會 這個協調會內容講了什麼呢 對這樣的一個這樣人的這個未來的發展 他是有幫助的嗎 這個協調會的內容 他這個協調會其實主要還是在處理這一次出來抗議的這十幾個個案 然後這十幾個個案裡面其中有一個是當初2008年之前入境的個案 然後當初是被他們審查說不好意思你不是西藏人的 那其他的有三個人是當初是結婚然後移情入境的 那這些個案呢 王少委會有說好沒有關係我們可以 就是說這些人可能是有符合移民法第十六條的那個時間限制的 所以就是說這些人我們可以重新開啟個案的審查 然後看看重新確認一次你們到底是不是藏人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的人呢就是說因為他們當初已經不是這個移民法十六條的實現 就是他們是2008年年底之後才入境的 那然後加上他們當初是拿尼泊爾的護照進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他們說要請這個外交部要先重新去檢驗 他們當初的入境的這個尼泊爾的護照的真偽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還是很堅持說這些人就是尼泊爾人不是西藏人 對可是事實上在這個協調會的溝通過程裡面 他們都一直不斷的用藏文在跟他們溝通 然後他們講的藏文還有蒙藏爾會的這個辦事組的人員去幫他們翻譯 對 他們其實也知道他們是藏族啦 但他們就會說他們其實是擁有 就是說他們覺得說當初他們如果可以拿尼泊爾的護照進來 他們就覺得說你是你一定是國民才有可能拿護照 對 然後我們的外交部好像也有一點堅持就覺得說 當初你一定是拿真的護照不然我怎麼會讓你進來 對他們現在就是變成是不想要去承認他們當初的審查 可能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不是那麼是有缺漏的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讓他們進來了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就是要重新先確認這個當初入境的文件的部分 然後到底確認國後如果真的確認說 對他們當初其實入境的護照根本就是是無法再補辦的 然後是假的證監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把他們遣返出境的話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這些人 其實當天的協調會並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 然後還有包括說我們覺得說其實目前的移民法這樣的條文 其實並不是在真的在解決問題 它只是在解決之前的這個個案的問題 那我們要求說要修法 那但是現場移民署然後包括某上委會也都說他們覺得沒有修法的必要 對 不過這其實聽起來蠻荒謬的 就還是跟過去一樣用個案來處理 那每個人他其實是不同 然後搞到最後其實是搞到很多的事情 然後每個困難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直接去修移民法 或是用某種特別的條例來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也不懂 因為事實上就好像說 我們其實自己的移民署也提出了那民法的草案 那民間我們自己也有提一個版本 那包括說其實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也重新再提了一個移民法十六條的修法的版本 透過立法委員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修法 但是看起來政府的角度他們卻覺得說是沒有修法必要的 那問題就在於說他們其實就是把這些人 他只是把這些人當成是非法移民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官員的腦袋裡面 他們從來沒有難民 從來沒有尋求庇護 從來沒有無國籍人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每次我們在跟他們講無國籍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或我們的甚至內政部的一些官員 他都一直不斷地說不會有無國籍人 他說這個只要有一個國家還沒有承認他是他的國民的話 那另外他的原屬國就應該還要肯認他原來的國籍身份 那理想的狀況當然應該是要這樣 可是現實狀況就是有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的確就會有人他沒有辦法拿到任何一個國家的護照 然後他沒有辦法被承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 然後他就是流亡在外 然後他就是被迫要處於這樣的一個處境 可是我們的很多政府官員的腦袋裡面好像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種人的類別在他們的思考裡 他們就是只有把這些人認知到說他們是非法入境的 所以他們是非法移民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們不會去想說後續應該要怎麼去處理他們的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還蠻值得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它涉及到可能不只是剛剛談到的藏人 是整個的這個移民制度 就是我們剛剛在過程當中不斷講到這個基本的人權 一個國家怎麼去看待居住在他自己境內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 所以我今天非常謝謝台灣人群出信會的議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我們下次能夠再針對這個移民法的問題 我們可以有更詳細更深入的一些探討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下禮拜恐怖再會 拜拜 拜拜